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英雄的王海大队 队里所有的参战人员人人都有战绩 战鹰上驾驾都有红五星 那么王海大队的制胜法宝是什么 志愿军空军是如何从不懂战术到掌握战术 并成为空中战场的主人的呢 空军指挥学院王明亮教授 倾情讲述中国空军故事第七集 驾驭空中战场 最值得一说的当然就是王海大队 下面我们看一下群英团队 王海同志呢 他是1925年出生在山东的威海 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抗日组织 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到了山东军政大学 最后被选拔到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 王海同志呢 从他的幼年和青年来自飞行以后的经济来看 他的飞行天赋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说呢 王海同志在他的身上 同时还有一种很好的指挥员的潜质 1950年王海作为飞行骨干 就调进东山市担任了九团一大队的大队长 担任一大队的大队长以后呢 他就在琢磨 我可能不光是要自己要飞 我也把整个大队带出来 那么空山市呢 是我们志愿军第二批入朝参战 第一批是空四十 所以他也有机会去学习空四十 以及其他一些首批参战部队的一些好的经验 然后当时在1951年 4月到5月的时候 空军也是根据前期作战的经验 专门组织这个空军 所有大队长以上的干部 进行这个战术集训 那王海同志就参加了这些集训 从中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1951年的10月 空山市接替空四十入朝参战 那么在11月4号 这个市的七团 就取得了空山市的首次空战胜利 击落击伤美极三将 那么七团取得了胜利 九团肯定坐不住 九团飞行员一有机会出航 就积极寻战 但是几次战斗下来 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为什么没有取得战果呢 让大家特别戳火的是什么 你别说打下敌机 在空中连敌机都没看见 明明那个地面情报 已经告诉他什么空域 什么高度 什么方位 几点 多少度方向 有敌机 但是他看了看去看不到 连飞机的影子都没见 那么王海呢 他就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飞行员 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大队长要抓的 他就发现 为什么看不见 不会搜索 在空中发现目标的这种能力 感觉太差 那么他就组织飞行员进行训练 怎么练呢 就在训练的营房内 机场上 把飞机摆在各种各样的方位上 各种距离上 你从不同角度 不同距离 让飞行员从地面去看 找那种感觉 找那种空间感 看天上的飞鸟 怎么盯着这个飞鸟 不让它从我视线中消失 飞机飞过呢 盯着飞机看 这样练来练去 一大队的 带着这些队员呢 这个空中搜索敌人的 这个能力就提高 再出航的时候就能发现 滴机 那么紧接着下来 他们就迎来了一场战斗 叫11月9号 那么这一天呢 九团在林虎副团长的带领下 出动18架飞机 去拦截一批美机 但是由于情况变化了 没有跟滴机发生遭遇 就准备返航了 那么这个时候地面者会所通报 在他们的南部方向上 有一架滴机在活动 那么林虎副团长就指示 王海带着他的一大队 四架飞机 你们过去 就王海同志就带着这四架飞机 就往南追过去 结果很快就发现了前面这个目标 单机正在那飞了 四架飞机打他一架 大家那个态势非常有力 我们立刻就追上去 王海冲上去先开了火 打到那个飞机就起火了 但是那个飞机虽然着了火 歪歪斜斜的 他就是不往下掉 那么王海转入第二轮攻击 摁动炮流 结果没有炮弹射出去 为什么 炮弹打光了 前面第一轮 二百发炮弹全都打光了 那没办法 他就喊了一声 你们上 那三架又上去了 结果这三架飞机一通早射 轮番上去打 结果那个飞机真是皮实 就是不往下掉 吼吼吼吼吼的挣扎的 继续往南飞 继续往南飞 他想马上越过三八线 他就安全了 因为当时我们空中作战的 纪律规定是不许过三八线 后来呢 咱们一个飞行员 不错 就在他即将越过三八线之前 就把他给打掉了 这是一大队取得的第一个战果 飞行员们都很高兴 下了飞机以后 大家心高采烈 王海面无喜色 下了飞机以后 只一头钻在那个作战指挥室里 拿了个飞行记录本 就在那开始寄东西 那么他写了些什么东西呢 他是这么写的 这是空战的教训 首先是攻击时 不是有掩护 有攻击的进行射击 而是轮流射击 形成了车轮战的攻击方法 其次是不注意节约弹药 在攻击的四人中 三人都把炮弹打光了 第三是谁攻击完谁走 本来是可以继续扬功 互相掩护的 但我们没有这样做 他已敏锐地发现了 虽然我们打下了一架第一战 暴露出来的战术上的问题太多了 马上开战后蒋明慧 找问题 他首先检讨自己 说我这个指挥都不好 我就是喊了一声打 什么口令都没有 这还不算完 又开支委会 王海有个非常好的搭档 他的政委叫徐树莲 当时我们志愿军空军 引以上都有这个政治领导干部 都是一些老红军老八度 水平是非常好 虽然他不会飞行 这个徐树莲就是当过朱总司令的 还有王正将军的几位员 这思想政策工作做得非常好 那么王海就跟他一商量 开支委会 我们再讨论战术问题 有网友问 掌机和辽机如何配合作战 这个就是跟飞机作战的特点有关 在空战中 由于飞机本身是个高速运动的目标 所以他基本的攻击的方法 就是尾后攻击 就是从屁股后面去打的 为什么屁股后面打的 你从后面攻击的话 双方的相对速度差是最小的 这样便于他去瞄准 你如果是迎头的话 这个相对速度就太大 不光说打不上 还可能互相撞 你就是测一个角度的话 他这个相对速度也是有一定的差 那也不便于他去攻击更高 所以从尾后攻击是最有利的 那么我在攻击敌人的同时 敌人也会攻击我的尾部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办法 在一架飞机的后面再配一架飞机 负责掩护前面这架飞机的尾部 那么通常前面这架叫做掌机 后面这架叫辽机 一般空战的时候都是掌机攻击 辽机掩护 经常掌机下口令都是这么下的 那么他们在空中一般保持个四五百米 当然有时候更近的话可以更近一些的距离 这么一个前后 通常辽机的高度要高一次 这样它便于观察前面的整个态势 就是另外有一个高度的优势 一般都是这么一个基本配置 当然在空战中也会出现 辽机受到攻击的时候 掌机反过来去掩护辽机 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刚出现掌机辽机配置的时候 也有出现过一个掌机两个辽机 那个时候出现三机编队 但后来在空战中发现 两个辽机的话反而多余 因为我这个掌机我得分配 我还是管到后面两个小弟弟 反而会分散他的经历 而且整个三机编队 不管是出航还是做机动动作来说 都不是很方便 有的时候说整个机组要统一做机动动作 三机就非常不方便 很快大家就发现还是双机最好 首先标准的掌护机的配置都是一掌一掌 王海作为大队长 深知战术的重要 为了增强整个大队的战术意识 王海和队员们一起还编了一套战术口诀 那么王海大队编的战术口诀是什么呢 听指挥守纪律 有掩护有攻击 角度敌机狠狠打不让敌人占便宜 要朗朗上口 攻击是要沉着 确实瞄准在开炮 别让炮弹打光了 双机编的老中队保持好攻击和脱离 指挥最重要转弯和反航 紧接的一条 还非常的上口 飞行员老子里就有战术意识 关键是王海他自己对自己的角色 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他说我是一个大队长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 我是全大队的头脑 所以他就更多的去琢磨 他怎么就发挥这个头脑作用 那么整个这个一大队啊 就形成了这种学战术的 非常好的一种氛围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他们就迎来了一次挺重要的战斗 那么这个就发生在11月18号 这一天就是美机出动了100多架 到朝鲜北部进行轰炸 这是我们也出动了大编队 当然主要还是苏联空军的 他们出了88架 同时九团的出动了16架米格15 那么王海呢 带着他的6架 这个一大队的这个作战队型呢 也参加了这次战斗 在临近战区的时候呢 林虎帅的这16架米格15呢 就发现了20多架F-84 那么怎么个打法呢 我们当时是在8000米的高度 敌机在下面 整个就带着这石油架具 一下子俯冲下去 一下子把敌机给冲散了 冲散以后呢 王海他这个大队 他前方就出现了一群F-84 这个时候是在6000米的高度 他又模仿刚才那个战法 又冲上瓦下冲 又把这一伙给冲散了 然后这个时候美机就非常的慌张 就采取了一个什么战术呢 叫做刨马场战术 什么叫刨马场呢 就是他这几架飞机啊 一架挨着一架在那转圈 这种战术其实在20大战中 叫常用的一种战术 他的好处在哪呢 第一是防御 我每一架飞机这么转 后面都有我的自己的飞机养货 你没法攻击我 再一个他可以进攻 你一旦是敌机想插进来切我 前面我有机的屁股的话 我可以从后面咬他的屁股 所以这种战术一旦这么转起来的话 一般人还拉他就没有办法 但是呢 这个时候王海非常的机敏 瞬间他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 怎么办 你不是平面在这转圈吗 我哪里没招吗 那我垂直去弄你 结果带着他 他们整个这个六级边地就开始 俯冲跃升 然后从上面往下冲 冲上去以后再上来再一起冲 一下就把美机给冲散了 他这个源泉阵就不存在了 那么把敌机打散以后 这就出现战机了 那么王海就 他们这六架飞机就开始 咬住敌人就进行打 王海实体先干掉了一架F-84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辽机 焦景文正好有一架敌机 想去咬他的尾巴 这个焦景文把他给干了 接着他们又合力 又各消灭了一架 然后他们大队的孙生路 也咬住一架敌机 近战开火 一直打到距机 还有三百米的时候才脱离 打的那个飞机是当场爆炸 整个天空是铝花飞舰 三百米是什么概念 你想想我们这个飞机 它的时速是一千公里 当然它在空战中 一般不会打到最大速度 我们就是按照 这个每小时八百公里的速度来算 三百米大概就是一秒的飞行距离 一秒多一点 也就是说稍稍眨眨眼 不摆脱的话 它自己就能把低机给撞上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 中央军空战的时候 经常用这种近距离 三百米四百米五百米 这个距离上开火 非常的危险 也反映出我们这个心理素质 非常好 飞行技术也是相当不错 那么这一仗下来 一大队 五比零 王海焦景文各两架 孙生路一架 有六名飞行员 其中三名打下了低机 那么整个这一仗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指挥 有协同 有战法 不管是从过程 还是从结果来看 用今天的话讲 那叫完美 但是呢 王海他还是不满意 他自己从鸡蛋里挑骨头 他说这场仗 那个双击编队还是不够好 虽然他会焦景文编的说不错 但是其他自家的地方是各打各的了 那么他就反复的抓编队的问题 反复的灌输这个编队意识 就是反对啊 单击 搞那种个人主义 一定要个人去 要抢战功的一种打法 那么再接下来 又出现了一次战斗 这个就是在12月15号 九团执行的一个掩护 14世部队的这么一个任务 那么在空战中呢 就形成了混战的局面 一大堆的四架飞机 就陷入了敌人12架F84的包围 这个劣势是非常大的 那么就在这一场空战之中 那么王海大队再一次体现出了 他们整个大队一种 很好的编队配合的意识 首先是王海先去攻击敌机 那么焦景文就在后面 把企图攻击他的给打掉了 那么后来又来了 两股飞机要去攻击这个 王海的尾部 那么这个焦景文呢 当时也来不及 去跟敌人空战 他就左闪右闪 相方摆机要拦住 我打不了你 我要拦住 敌机向我掌机尾部的攻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焦景文就不幸中弹了 他飞机就下坠 当然人后来是跳伞 那么一看他跳伞以后 王海就赶紧就飞过来 反转到这个焦景文 跳伞这个空域的上面 掩护他 那么一大队 不是还有两架飞机吗 其他两架飞行员也过来 就掩护这个焦景文 那么就把有一架 企图去攻击这个焦景文的 这么一架敌机 当场给他打包 那么这场战呢 就是整个一大队团结奋战 虽然是焦景文被击落 但是他们击落击伤的敌机六枪 又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战斗 那么到了1952年的1月份 这个空山师就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实战 回到内地去修正 他这一轮参战呢 是从1951年的10月到1952年的1月 一共86天 共击落击伤每击是63架 自己被击落16架 击伤7架 是一个胜利 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 整个30击落击伤 63架 王海一大队击落击伤15架 接近四分之一 那么在全18个战绩最好的飞行员中 一大队占了三个 那么王海五架 焦景文四架 刘德林三架 那么英雄的王海大队 这个名号一下就响了 因为带队友方 王海就被提拔为九团的副团长 非常年轻的 那么紧接着 这已经空军司令部 就把三十参战的战报 报到了军委 一直报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同志 亲自批示 向空军第三十字祝贺 那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对一支参战部队一个最高的一种认可和奖赏 那其实呢 我们志愿军空军作战部队 得到毛主席同志的批示 这是第二次了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的空事事 其实更早一点 他也得到过毛主席的批示 有网友问 在朝鲜战场上 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是谁 飞机上的五角星有什么含义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架米格15 大家可以看 上面九个五星 这九个五星呢 就是代表着击落机上敌机的数 那么这架飞机它的主人是谁呢 就是赵宝同 原来空山师七团的一名飞行员 他就是我们在朝鲜战场上 击落机伤敌机最高速的飞行员之一 但他同时又是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之一 机身上标上红五星 代表这个飞行员取得的战果 这是世界空军通用的作法 但是呢 乌同国家略有些差别 就是有些国家就是习惯于是 把它击落的飞机用红色 就是实行的五星来表示 击伤的用空星来表示 我们一度也采取过这种办法 但是现在呢 我们统一就是击落机伤 就是一块算了 我们在康姆元朝战争中呢 击落机伤最高的是九架 像赵宝童他是一位 但他是击落了七架 击伤了两架 王海同时他也是击落机伤九架 但他是击落四架 击伤五架 标上这些五星 其实就是给这个飞行员荣誉感 同时也是激励其他的飞行员 奋勇去杀敌 另外他还有一个作用 他就是给在空中给敌人一种震慑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英勇作战 给美军造成了沉痛的空中打击 美军所谓的绞杀战严重受挫后 他们又提出了米格走廊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米格走廊呢 米格走廊呢 主要是在朝鲜的西北部 就是我们鸭绿江以南 大概在新义州 新安州 义州和常州 这个地段 这个地段呢是朝鲜北部 就是从南往北 到我们境内的这个铁路交通线 公路交通线 特别密集的区域 我们志愿军空军作战的 主要是在这个空域 就是拦截美军的轰炸交通线的飞机 确保我们交通线的安全 因为打过几仗之后 美国人也见识到了我们的厉害 就把这个地段取名叫米格走廊 意思就是这是米格机经常活动的 对美军的飞机 威胁最大的 所以就下令 轰炸机如果没有 战斗机的掩护 是不能到这个米格走廊里去的 其实这个概念是这么个意思 他们原来不是搞什么绞杀战吗 就把我们交通线给掐死吗 也严重受挫 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到最后联合国军航空兵部队 对北朝鲜铁路运输进行的 空中封锁活动 却完全失败了 那么在1952年的5月 王海所在的空山是第二次入朝 也就在这个时候呢 王海被提拔为九团的团长 年仅26岁 这是在志愿军空军中 最年轻的飞行团长 那么他带领他的部队 又打了很多漂亮的仗 开始参加 一百架飞机规模 二百架飞机规模的 这种大规模的空战 他本人的指挥水平 我们志愿军空军部队的 这种战术的水平 都在越大越好 那么前后两轮参战 王海的九团一大队 总共参战是八十多次 击落机伤敌机二十九架 而且这个大队 全部的人员 参战人员 人人都击落过敌机 每个人驾驶过的飞机上 都有红五星 这个在志愿军空军 大队级的部队中是不多的 那么在后来 战后平定的空军的 一级战斗英雄中 一共六个人 王海大队出了两个 王海和孙生路 这个也是没有第二个大队 整个大队容立了集体一整攻 当然王海本人 在整个这场战争中 他击落机伤敌机是九架 融立过一等功 特等功 评委空军一级战斗英雄 那么在战斗中 他不光是击落敌机 而且也锻造了他 非常卓越的指挥才能 所以在1985年 他担任了中国人民空军的 空军司令员 88年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 有网友问 王海大队的制胜法宝是什么 一个就是 王海 当然包括他整个团队 特别强调一个集体主义精神 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空战 它的个人色彩特别浓 一个人驾驶的飞机 去作战 所以战功往往是个人的 一旦取得战功以后 会获得很多的容易 所以说在飞行员中 世界各国飞行员 就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节 它是比较浓的 谁都想去立功 那么在我们志愿军参战的初期 确实我们有些飞行员 也有这么一种倾向 那么王海通过各种措施 去特别注意克服大家 这样一种个人英雄主义 强到集体主义 这种意识在王海大队是非常浓的 第二呢 它是特别重视这个战术纪律 什么叫战术纪律呢 就是我这次出航 以后 基本的协同规定 你是不能违反的 一些基本的空战原则 比如说 在掌机攻击的时候 辽地区掩护 那么这些基本原则 它是不能违反的 这叫战术纪律 那么在王海大队 也特别强调这个 第三个就是 整个王海大队 是特别重视这个 编队飞行 始终强调编队 把编队飞行 作为飞行员 飞行技术 一个基本的要求去看 而不是单独的时候 你这个飞机飞得好 还是不好 还要看你编队编得好 那个编队 首先是包括掌机 你在飞的时候 注意不注意 你的辽机能不能跟得上 你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先给它一个 预知性的信息 让它能跟得上你 那么作为辽机来说 要培养它 时时刻刻 跟着掌机的动向去走 要预判掌机 下一步的飞行动作 特别是在战场上 当掌机遭到敌人攻击 或者威胁的时候 辽机一定要奉不顾身的 上去掩护它 那么在王海大队 这种掌机掩护 辽机 辽机掩护 掌机这样的情况 发生了很多 所以这就形成了 整个大队是一个拳头 是赚紧的一个拳头 也就是这个拳头 特别的有力 打在敌人的身上 血与火的战场上 中国人民巨远军空军 很快成熟起来 他们终不仅涌现出 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的英雄 还涌现出了协同作战 配合默契的英雄团队 更重要的是 一批优秀的指挥员 在战争中逐渐成长起来 那么除了王海 还有哪些优秀的指挥员 脱颖而出呢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个 很有特色的一个战术指挥员 郑长华 我们讲一讲 郑长华怎么样 自破口袋阵 郑长华名气并不大 可能很多同志都没听说过 但其实这个同志 是志愿军空军指挥员中 挺有特色的一个人 他的特色在哪呢 他在整个康姆元朝战争中 他击落过两架敌击 这个战绩其实并不足足 但是却获得了 二级战斗英雄的称号 按照当时的标准 这个数字啊 顶多就是平个一等功 结果他却破例得到了 二级战斗英雄 他特在哪就特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 破格立功的机会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故事 得给大家说一说 那么郑长华呢 1926年出生是安徽院 他学飞行的时间其实挺晚的 到了50年 就是考验战争已经开始了 他在进了空军的航校学飞行 实际上是在速成办 50年的12月他就毕业了 毕业分到哪呢 分到了空军第12师 34团当副团长 一个新飞行员 怎么马上就当副团长呢 这就是跟他早年当过 郑英子领导干部的经历是有关的 他52年很快又提升为 34团的团长 那么他这么一个 飞得少植物高这个特点呢 就使得他一开始 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上 就可能出了一点问题 52年的3月份 这个12师入潮水参战 那么很快呢 他所带的这个34团的飞行员 很快就取得了几十空战胜利 击落机上机机试奖 他没有 这个时候他作为团长 他就觉得我作为团长 打不下敌机 我这个团长恐怕很难当啊 这个时候他就一门心事 我一定要击落几架敌机 接着就出了两件事情 那么8月6号 他带着16架飞机去打 6架敌机 你这16架打6架 那绝对的优势啊 这是我击落敌机的时候到 见了敌机就往上冲吧 了解他也不管了 结果他没打下敌机反复 敌机给打下了 团长被打掉了 当然还跳伞了 很戳火 接着9月份又碰现一次战机 他又上去了 这次是打F84 他一看F84 跟我们米格15那差得很远 又是出现战机的 结果又往前冲 这次呢他注意带撩机的 但是带上撩机 还是被敌人给击落了 又一次就跳伞 所以这个郑团长就非常的戳获 我的队员都打下飞机 我自己两次上去 两次被击落 就有点着急了 那他的飞行员们 也对他也是议论纷纷 这个团长不去指挥 在那瞎口 对他一点很大 精神压力非常大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时候担任 志愿军空气司令员的 列丰志同志 也注意到了这个团长的情绪 也发现到了他的问题所在 对自己定位不太准 就提醒他 你要注意你的角色 就专门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只要把指挥搞好了 你照样当英雄 立功受奖 你指挥搞不好 你自己打下飞机再多 部队伤亡大了 我照样处分你 这番话就让这个 郑昌华士如梦出席 而且他自己也毕竟有过两次挫折 他一下就发生了这种顿骨 就开始意识 我作为团长应该做什么 那么这两件事情呢 特别是这个 列丰志士令员 对他的这份教诲 对他整个的转变 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后来 在很多年以后 这个郑昌华同志 他在回忆到 他在抗美元朝战争中的经历的时候 他很少谈自己的 怎么打下低机的过程 反而讲到了两次 他老是讲这两次 他被低机打下了这个过程 就可能他对自己的这种角色 这当时确实是已经有了一点 新的非常重要的认识 那么他就开始 注意了 抓全团飞行员的训练 全团飞行员的战术 那么他就发现 他们团体飞行员 普遍存在着射速不太好 什么叫射速不好啊 那飞行员经常发现低机以后 他觉得瞄准了就开始开炮 按一下炮柳就不杀手 我们说米格15飞机 200发炮弹哪够打的 经常就打了 把炮弹打光了 等他找到很好的站位 瞄准上低机的时候 再想按炮柳没有了 有的时候回来 气得自己在那儿哭 他就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 就组织大家去练 他就发现 为什么这个射速不好呢 就是空间感 距离感不息 有些目标 有时候空气很清晰的时候 看得很清楚 其实那个炮打不上 你按半扭是白打 那就组织飞行员去练 他又发现 他的团的飞行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编队 这个是在资源军空军部队 早期普遍存在的问题 掌机把了解 飞丢了 他就分析这个情况 为什么会飞丢 他发现主要原因 其实是在掌机身上 就掌机往往一打起仗 就忘了辽机了 一下子不知道 转在哪去了 辽机想跟也跟不上 一下子转了就没影子 所以他就提醒掌机 你在飞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你的辽机 别把你的后面的 小兄弟给甩了 经过这么两下 整个团的这个 激战术水平 确实提高很快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在战术上 真正要取得成功的话 他们面临着一个 很大的考验 就是要应对 美国人的 叫诱饵战术 他找到一个 应付诱饵的办法 那什么叫诱饵战术呢 就是到了1952年的时候 我们在空战中就发现 美国人开始 产取一套战术 前面放着四架飞机 高高的 甚至有的时候 拉着烟 就让你发现 当你只要用空军 派飞机去 打他们的时候 从旁边 一下子涌出一堆的美机 反过来 从屁股后面打我 在1953年1月15号 大批低机来犯 但是这次来访很有特点 他一共出了184架 其中104架是F-86战斗机 就是说他这次出动的主要目的 不是轰炸 而是专门找我们的战斗机 打架的 而且这104架 他分了16匹起飞 也就是说 他这是小股小股 连续多股这么粗 而且在空中排的阵势是 左 中 右 左 中 右 分成多路 向北进返 显然这就是摆下了一个大口袋 郑昌华率领34团 16架米格15 作为迎击这个口袋阵的 集中了一支部队 就迎上去了 他采取一个什么编队呢 叫零星编队 什么叫零星编队呢 他不是16架飞机吗 前面一个试机 中间左右两个试机 最后还有一个试机 这叫零星编队 他这种阵型 就是对着他这个口袋阵去 他们往前 这个向前开进的过程中 就陆续就听到各个梯队 飞行员就开始报告 发现F86 发现敌机 什么方位 什么高度 不断地接着这样的报告 郑昌华就意识到 这就是碰到了敌机 那种小群多股的那些敌机 零零散散地往前 埋伏着了 就往前过来了 不要理他 他就发口令 咱们继续往前炸 最后一直往前飞飞飞飞飞 报告我发现的敌机数 达到了24架 这个时候他就判断 这个数基本上就到口袋底了 这个时候他就命令 他的整个16级的零星编队 调转机头 开始朝着美机的屁股后面 就攻上去 这下就双方就形成了接触 一场空战就爆发 郑昌华就组织 他这16架飞机都过去了 他整个个战术部署呢 前面三个 四级编队负责攻击 最后那个四级编队 在更高的高度进行掩护 你看他这是很有战术部署 那么这三个攻击的中队呢 他也是有部署的 他自己是在三种队 在正中间 那么左边放一中队 右边是二中队 也是同时向上压 然后就雨滴接触之后 一中队首先上去 把敌人的队形给冲烂 那么二中队的一个飞机员 叫王武 在空战过程中 被敌人摇尾击伤 然后另一架 他的本中队的另一架飞机过去 就把那架飞机给击落 那么正常话 他自己是在中路 他是在那个三中队 那么在往前逼近的过程中呢 就发现前方各两架F86 也在向前飞 这个就是他那个 企图打我们埋伏的那个飞机 跟我们是同向 那么就正好为我们提供了 尾攻的机会 那么他就决定自己攻 左路 让那个在后面担任 掩护和侧应的四中队 过去攻他的右路 那么在空战过程中 他的辽机叫江龙亭 始终在他的尾后 非常紧密地跟着他 替他提供掩护 然后这个时候 忽然发现 从高空又来了两架F86 这个江龙亭 非常的机智 立刻就跃升上去 跟敌机取同一高度 然后发生这个对头 就在这个过程中 他及时提前瞄准 一下把那架敌机给击落了 那么这个时候 又有两架敌机 向这个正常化的飞机的后面攻来 那么三中队 后面还有两极 在高空掩护 发现了以后 又从上面切下来 又把那架飞机给打了 这样就击落了三架 那么战斗打了大概十二分钟 这个时候弟们就通报 说你左右的敌机正在向你这个方向压过来 正常化就知道 敌人想收紧口袋了 那你收紧口袋了 你力量没有多 这个时候我不跟你打了 医生令下带领他的十六架飞机 安全的反 脱离了战场 那么一场反口袋症的事 就取得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战果 他们整个这个三四团 击落了敌机是三架 那么这一场战斗 可以说就是正常化指挥的 非常出色的一场战斗 你看 指挥有方 攻防有序 体现出正常化的指挥水平 有了特别大的提高 虽然他没有击落敌机 但是飞行员他就把他当英雄一样看 后来他特别有感触的说 我要是指挥的好 那飞行员见了我就跟哥们似的 我哪次要是指挥的不好 你看吧 谁都不理我 我的了解都不理我 其实这么一种感觉 他其实反映出正常化 误出了一个道理 一个指挥员 对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列峰志同志 对他们的三十四团有一个评价 正常化算你的三十四团 像一只有力的铁拳 只要把他伸出去 就一定会把敌人打腾 前面讲到了 王海学指挥 正常化学指挥 其实整个我们志愿军空军 在这个过程中 都是在不断地 向战术的高水平级跃升 刘亚鲁司令员亲自主持 制定志愿军空军的战术 他提出了一个叫 一域多层四四字 意思就是在一个作战空域之内 我的飞机组成四级编队的小编组 密切配协同 提示配置 共同做的 就这个意思 其实我们又回到刚才 正常化的零星编队 其实这个就是一域多层四十字的先生 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 我们的战术 这个一域多层四十字战术的提出 它其实就是标志着我们志愿军空军 在战术上的成熟 所以我们现在看 志愿军空军在抗武援朝战争中的成长 不仅看击落了多少架飞机 还要看我们在掌握战场规律上 怎么进行团队作战上 这个水平的提高 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 志愿军空军的很多故事 都是尖击机 打的都是空战 但是我们志愿军空军 还使用了轰炸机部队 轰炸机部队 打得怎么样 经历了什么样的考验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